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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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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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是PR哥 相信大家已經看到我去韓國拍的 超級帥子喔 我雖然從小都帥到大 但是這個真的實在是太帥了 而且我們在這個語言不通的狀況下面 然後又要跑很遠的狀況下 居然還可以完成那麼多的照片 然後到最後修出了六張非常漂亮的照 那大家也會把整個過程給大家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給大家看下去 今天我們來到韓國江南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專門在幫別人拍體態紀錄 或者是體態藝術照片的一個地方 叫做Debrave Studio 那我們今天也要來嘗試看看韓國的體態紀錄 到底有多厲害 因為它目前對我們台灣的價錢來講真的很貴 可能價錢是兩倍以上 但是照片呈現出來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就很想來體驗看看 那今天會來有另外一個原因 不是因為我現在身材很棒 想要把它紀錄下來 是因為我們未來呢想要推出一個 也是專門在紀錄體態的工作室 叫做ZENIF Studio 這個字指的是巔峰 指的是非常高端的一個意思 那我們主要就是想要把你在你巔峰的狀態 或者你覺得你最美的狀態把它紀錄下來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給大家看下去 走 我們現在拍攝前要先來重寫一下 那等一下會拍兩個背景 那一個會穿褲子的 一個不會穿褲子的 我覺得昨天晚上不該去吃 蒜頭雞湯 因為那個鈉真的太高 然後今天然後馬上去餓補一下 昨天晚上就稍微多喝一點水 今天就斷水 然後看可不可以不要那麼浮中 但這幾天真的吃太誇張了 所以大家就看一下攝影師到底有多厲害 可以把我爛身採救回來 欸不錯 沒有 很腹肌耶 但是就是有一層水跟油在那邊 OK啦 美圖秀秀 美圖秀秀就好 好 靠 靠臉 對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今天也繼續靠它 謝謝 你上次拍照是什麼時候啊 去年WNBF前有拍過 那一次還蠻乾的 蠻好看的那一次 對 蠻好看的那一次 用到現在都還在用 因為那一次之後也沒有再那麼好看過 人生巔峰時期 好看的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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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嗯 好 然後 所以你先這樣嗎 OK OK 玩一下 OK 可以這樣 我有裝 我覺得他真的是拍過很多肌肉展現出來的感覺 他知道要怎麼樣去幫你調整 然後怎麼樣教你發力跟教你姿勢 然後他也會看你的身心去給一些不同的建議 像我原本有想要拍一些不同的動作 但他說可能我肌肉太大或是活動度不好 所以他不建議我這樣做 然後又找其他的不同的動作給我做 然後我覺得做起來就蠻好看的 我有時候不知道要怎麼樣會比較好看 那他在拍的過程中會教我 就是比如說要先往下壓 然後再往前 或者是拍的時候應該要一下一下一下 用力這樣蹦蹦蹦蹦蹦 而不是一直處理 因為你每一下在用力的時候 等那一刹那 他按下去的時候是最多細節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蠻厲害 想要做什麼 我們去做一次 那是 我們去做一次 我們去拍攝中的視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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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OK OK 帥 帥 这个有 这个有瘦 我真的觉得这边摄影师很厉害 就是他虽然自己本身没什么肌肉 但是他在指导动作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就是稍微动一个东西 然后稍微给一点知道 原本7值15% 拍出来变7值12%之类的 直接根本不用减肥 他就帮你把你的动作用到位 然后让你线条看起来更加的明显 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修图 就已经很好看了 主要是灯光跟你的整个动作 跟你呈现的感觉 跟你适合什么样子的动作 还有他教你什么样的发力 这些东西都用好 用到位之后 其实目前光是用看毛片就觉得很漂亮 舒服 我下一套穿的是 大前跟彦卒送的内裤 就是他之前成功减肥下来之后 他代表了一个内裤 然后他就送给我 我从来没有穿过 因为那个穿的就很白 然后感觉尿尿之后 前面就会黄掉 就会很臭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敢去尿尿 但大家先看看拍出来效果怎么样 什么内裤 不会是彦卒送的 我这个影片要打马赛克吗 打马赛克会不会更奇怪 太可惜了 莉莎没有来 对啊 真的很可惜 这般感觉很漂亮 一定超美 对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调动作拳 马上调完动作后 就感觉这边肩膀整个变大 然后腹肌整个出来 然后这边他又把我的手往前推 所以这边胸肌跟肩膀出来 所以真的是很厉害 非常的喜欢 刚刚我们现场选完五张照片之后 摄影师问我有没有想要什么 特别风格的那个修图方式 然后他说他平时就是肌肤修一修 然后有点帮帮整形的感觉 跟把肌肉改大地方变大 改小地方变小 然后他现在就在帮我们迅速用一个翻例 看我们喜不喜欢 喜欢的话就是继续在精修其他照片 好我们现在已经拍完了 然后大概时间拍摄 单纯就花一个小时左右而已 也有一些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那么会摆姿势 所以在调姿势上面花了一些时间 不然他原本是说大概30分钟就可以结束 我原本以为就是怎么会拍那么短的时间 然后还收那么贵 但我个人拍完之后的感想下来是说 他真的很专业然后很擅长 每个技术都已经非常熟练 所以他花的时间就真的很短 他可能30分钟就可以达到别人一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的作业能力 之后他会再把照片传给我们 他会传原本的照片 修完图的照片跟可以放在IG上面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真的蛮贴心的 好那我们现在用这支手机 就是Samsung Galaxy Z Fold 4 来看这个毛片 自己看的都会有点小害羞 因为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喜欢上男生 也是一样跟我很粗的男生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帅 还没修之前我就已经很喜欢了 像是这一张我原本就超级喜欢 就整个线条倒三角的感觉 还有整个肩膀的大小 我觉得是我一开始在健身的时候 从来没想过可以练到这样 非常地漂亮 然后这个跪地板的动作 我也很喜欢 但是那时候真的是吃了比较多 所以腰那边有点粗 当下摄影师也有直接跟我说 就是看我有没有想要记录什么东西 是我比较在意的点 然后他就修可以把它修好 所以我就用这个记事本有把它记录下来 比如说肌肉线条在强化 然后阴影就是肌肉的阴影再加强一点 让它看起来更硬一点点 但是我也不想要它就是太塑胶感 因为它有修过一个版本是 有点像是那个塑胶娃娃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有点太假 所以我就说我就是简单的刷蛋 然后再来就是肩跟腰的比例 喜欢健体那种感觉 肩越宽然后腰越细越好 因为很可惜也是我在现实中没办法做到 然后就把这些笔记由给摄影师 然后让他去帮我做修图的动作 然后最后呢我们从这超级多张的毛片中 挑出了5张我自己最喜欢的 然后让他做精修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两个精修前精修后的差别 这支Samsung Galaxy Z Folds 就是很厉害的一个 就是它有点像一个小平板的感觉 它其实就是小平板 就是它可以非常多功能 让整个萤幕把它切分到不同的工作区域去做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在同一个萤幕上面 就看到两张对比图 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给大家看一下 那原本这个贵算盘动作 就像我说的 我的腰跟我的肩的比例没有到那么的好 所以它就整个把它修超级宽的肩膀 我的锁骨大概比我妈伸给我的长了两倍左右 等于是头变得更小 然后我的腰看起来变得更细 然后还会把腹肌再稍微加强一点 然后胸部的罩杯应该也增加了一两个杯左右 我就觉得哇看起来真的太帅了 这是我算是人生中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也是我现在的大头铁照片 虽然是真的很骗人 但我自己就是很爽就好 那另外一个原本拍出来就不错 我觉得没有到修到太多的 就是这一张 坐着横的 也是一样把整个锁骨再拉长一点 然后把肩膀 从原本棒球的大小 把它修成接近橄榄球的大小 因为原本我就觉得说 男生的肩膀真的是一定要大 而且是越大越好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它修改很多的是 后面那只手 就是在后面那只手的大小 因为通常后面那只手在拍照上面 就是看起来原本就会比较细 那它就把它真的是拉大蛮多 你就会觉得这样子是 比较对称一点点的 对于这一次的拍摄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满意 从最一刚开始我们在联络它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点被吓到 因为拍很短的时间 然后要含远大概45万 等于台币大概10500左右 但是整体拍下来之后 觉得是非常心满意足的 而且反而觉得拍摄时间短是很OK的 很快速然后直接很到位 那拍摄者也会觉得很省时间 不用一直在那边被浪费到时间的感觉 然后你也还可以再跟它沟通说 就是你想要把图修成什么样子的感觉 跟你喜欢的东西跟你在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后期的沟通的细节 跟整个修出来的感觉 是会很符合我自己个人的爱好 所以就是大推 那我自己个人我是真的希望我每年 体在上面都有进步 然后都可以去拍一些帅的照片 就是把每年的巅峰的时刻把它记录起来 所以我们在台湾 我自己也用了一个拍摄的品牌 叫做Zenip Studio 不管是你现在在什么状态 你只要是最喜欢自己的时候 你都是可以把它整个身型记录下来 然后用你最喜欢的美 把它呈现出来的感觉 不用花大钱 在台北就可以做拍摄 推荐给大家 最后就希望这支影片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就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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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